让爱甜甜祝你家 让爱甜甜祝我家 我爱我家 全心全意爱我们一家 全心全意爱我们一家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再次的收听 在今天何余线余老师 我们带给朋友们的石花弄草 我是胡美剑 何余老师在这个 这么高热的温度 盛音的年份下边 酷暑酷热的情形下 希望和余老师一块 我们借由余老师的经验 和在这一方面的学识 让我们的听众 我们的前庭后院 我们所买的投资下去的 这些钱 能够看得到回收 不要一江春水赴东流 结果进去就没了 所以今天我们会继续 和余线余老师 来在这一方面 如何让前庭后院花草树木 能够健康 能够有漂亮的颜色 欢迎一块收听 来先欢迎余老师 余老师你好 欢迎参加 您好 大家好 欢迎余老师 刚才余老师 这个天气炎热 我们都希望花了 大伙都 现在大家都很努力的 希望前庭后院 多一点花 多一点这个颜色 不管是草花 种树 或者是草地 或者呢 在园艺像是瓜果 蔬菜 都希望投资下去 要有成果 就回收啊 这个花草的回收 就是希望能够 让别人羡慕 嫉妒加恨 哎呀 你的院子这么漂亮 你怎么弄的 为什么我做不到 哎呀 我好羡慕你 分享分享吧 你告诉我怎么做吧 OK 我想就是每一位朋友们 心底的小人 在那里 哈哈 我要达到这样子 我要这样子 但是呢 这是需要身体力行 要有知识 要知道怎么处理的 所以在今天呢 我们就要和余老师 余老师 我们就要先来谈一下 在现在我们上次的节目 余老师特别谈到了 关于浇水的问题 而且你特别提到了 大树 别人认为大树底下 大树遮阴就不浇水 事实上树会吸收很多的水分 有的时候反而会让周围 可能会让你的地 让其他的植物会比较干 还要注意浇水 我想请余老师来谈一下 因为我记得有听众问到了 就是树根 他说树根如果浮出来的话 是否代表第一个是浇水不够 还是浇水太多 要怎么样子改善 还是这个是无可要救 就是这样 take or leave it 没什么你可以选的 那么 在上面多加一层土 多加两层土 多加很多层土 有没有用 所以这一些我想 第一个我们就先请余老师 就是在这一方面能够分析一下好吗 它画出一个设计出一个比较好看的 比如圆形的或者是不规则形状 就把这一块的草皮就用木靴 当你小的话就用木靴做一个flow bag 在那里 我想社区不会说给你tick什么 然后如果你大的地方你就会种一些东西 就看我觉得跟你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态度 还有这个就是说时间很重要 不能说你花很多时间 像我们退休人当很多时间 那就可以种些譬如说遮阴的 像我们刚刚讲的 很多人就会马上想到这个大树下 那最好的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我们讲的这个绣球花啦 或者是杜鹃啦 在Houston 当然有人说我根本就没时间 我也对这个没有兴趣的话 我就 我是推荐一种光革 就是叫做Asian Jasma 这种东西爬地的 也不会开花 但是它会 因为它爬地每一个叶子的这个 它落到地上就会有根 所以这个你看这些大的 美国的这些大的这个办公大楼前面 或者很多地方它都会用这种植物 因为这个植物实在是最tough 几乎 所以我觉得用这个是最好当 你可以等到这个我们讲大雨伞 这个Houston Garden Center 到这个就10月它开始的 on sale的时候 你可以买就是半价 或者是它几乎有时候到75% 等于是一块钱 你只要花25%就可以买得到 所以现在还可以等第二个 我们也不鼓励这个 夏天再种这些东西 当然 而且你的这个很多人会种植 是非常小心的事情 也就我们的听众里面 一定有很多是退休的 这种身体的这个情况里 很多人不了解 到时候你到晕倒在前院 没有人知道的话 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 所以这个要提醒我们的朋友 是啊 高温啊 现在其实 在这个月初 就因为声音现象 那么我们的温度高到了三位数字 所有的包括了市府 包括了卫生单位 医疗单位都在提醒大家 这个这么高的温度 很容易有生命危险 所以千万要注意 喜爱户外活的 户外的园艺的朋友们 在这段时间 在户外从事园艺的话 小心不要中热 我们叫这个过热 中暑或者是中热衰竭 这都是尤其是中热衰竭 这是会要命的 所以希望朋友们 特别特别的注意 好 接着呢 我想请佑老师 能不能谈一下 因为上次我记得我们有听众 特别谈到了这个大绣球 我们那个时候 你讲的是Big Daddy 他没有找到Big Daddy 但是他也买到了 就是大绣球花 现在绣球花呢 已经不光是原来的粉红色 后来我们看到有蓝色 后来有紫色 现在有这种暗暗的 像是暗葡萄的 那个深葡萄的深紫色 那想要问的是 请佑老师来谈一下 这种大热天 这么高的温度 对于这个大绣球 有没有影响 绣球可以放在室内吗 在窗子旁边 还是必须要在户外 在大树底下 可不可以 当然他知道 这绣球不应该放在 这个烈日下边 但是他说 有朋友跟他讲 他们的绣球就种在外头 就在Garden 就在房子旁边 就在Garden 这个Flower Bed 这个太阳就直接照的 而且已经种了好多年 每年都会 都是自己开花 开的一簇一簇一坨一坨 一团一团的 所以他说 这是不同的品种的原因呢 还是怎么样 请佑老师在这一方面 为大家做个分析 当然我们就说 看哪个区域 对不对 我们Houston这个 就尤其热 加上这个炎热 在这样温度高的 就这样太阳强的话 几乎你只能说 种在我们的东面 东面的 岛上的太阳比较弱 你下午的话 就会非常非常强 所以我们 你如果种在户外的话 除非你有树荫 不然的话 你这个西面这个部分 你是最好不要种 第二个 你新种的根还没长出去 所以这个新种的 跟你这个已经种了很久 尤其是有时候买旧房子 老美又种了 已经很多年的话 这个是多年的植物了 所以那些情形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里面 有些细节的东西 我们要注意一下 其实用脑筋一想就很容易解决 当然我们修学画 修学画的颜色 当然有的事情跟品种有关 但平常的话 就很多人最有名就是 它会红色跟蓝色的变 就看你这个酸碱度了 对不对 但还有白色的 现在我看了也有白色的 这个品种出现 对不对 所以这个颜色就跟你的喜爱 而喜爱也当很重要 第二个 当然另外一个就是 要跟你这个 蓝色的设计 这个开花的这个题目 你不能说是 当我们中国人喜欢红色了 对不对 但是 但是你 有些人就说 你那个颜色不调和 尤其我们讲草花 那就很难看的 所以我们这一点 基本的 所以在这个现代的 这个生活里面 你基本尝试多有一点 OK 所以这一个 也提醒我们的朋友们 稍微注意一下 好 接下来呢 我想我们要请 余老师再度的 和我们的听众朋友 来谈一下 因为我们的听众想问的是 关于在以往 我们谈到的 浇水系统有两种 一种就是我们人工浇水 自己放这一个 喷水 喷水器 在不同的地点 这样子放 然后呢 另外一种就是 我们讲的 Sprinkler System 上一次呢 余老师也谈到 Sprinkler System呢 你有说 现在都是电脑 我们做电脑 Controller 你也可以在你的手机上面 我们也知道朋友们 你可以在手机上面 去点 你要在哪里 喷多久 要喷什么地方 哪个区 怎么个喷法 时间都可以自己控制 你也不一定要设定 你可以临时自己来 自己来调整 那么听众的问题是 问到 现在呢 在 他在 Lows吧 我记得他讲的是在Lows 他看到呢 有所谓的 这个是 Soaking 还是 不是 Soaking System 应该我们 Dripping 也不是 OK Irrigation 他说这个是一个 一个Set 叫Irrigation System Set 然后你可以自己装 那 他有一个水管 然后水管上面 你可以自己去 就是有 打洞吧 你自己在不同的地方 你可以按照这个距离打洞 然后插另外一个水管 去放下去 到这一个植物的地方 这些 那他想要问的 几个问题 就是跟浇水 一个是游老师 你提到的 浇水不要一次浇过多 要让土地能够 先适应一下 三五分钟之后 然后再回来浇第二次 第一个问题 这个所谓的三五分钟的 这样子的情形 是对于 要 浇三五分钟之后 隔多久再浇 OK 然后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像现在外面 有DIY 他说Amazon也有 这个Irrigation System的pack 你可以自己买 然后回来自己装 自己做 那这个跟 这个 我们刚才讲 Sprinkler System 是不大一样的 因为Sprinkler 是往外喷的 这个是你放在 你的地上 然后到定点 去浇水 把水进去的 他想问一下 在这一方面的话 游老师有没有什么建议 要在装的时候 或者是说 这个 这个Plan 这个Design的时候 应该做 应该要注意的是什么 有没有一些特别的 这个Tips 游老师在做Landscape的经验方面 可以提供一下 提供他们 然后第三个问题 想要问游老师 在外头 这个晒的以后 我们一开始浇水的时候 那个水管的水出来 叫做 不是热水啊 那个 我觉得有一次 我碰到 我觉得我是被烫伤的 那种感觉 而且它不是 不是一下子就变凉 它会好一阵子 他说这个东西 水管都在外头 Irrigation System 这些东西都在外头 除那个Sprinkler 是在地 是在 就是在地下 在土下面 他说 但是我们怎么知道 我出来喷的这个水 或者浇的水 这个温度 不会因为我要浇水 反而适得其反 把我的花草给浇死 我们叫做烧死 烫死 所以这一方面 他说 那么请游老师 来分析 来解读 OK 我们现在先讲 这个DIY 这个Dripping System 这个他们 Home Depot 他们都有开课 我鼓励大家去听听 当然 就看你的英文程度了 当然是 他们要卖东西 他们也Promo了 这个所以他会有 这种免费的 class 譬如说哪天晚上 下了班的 他们都会 和有种 Youth Friend 就说你会有 礼拜三 或者礼拜几 有这种 或者礼拜六 他们特别多是 在礼拜六的那天 这是我鼓励的 当然英文要 要到某个程度 很多人说 我不会 那就出了 我一宿 因为 那你要看 这个都是有说明书的 对不对 当然你 不管说是在网上 他可以在网上 他们这个有的 公司很好 他们有这种 可以去问问题 我个人来讲 这个东西就说 不能去买一个 为了省钱 因为这个美国工钱很贵 所以你一个 做一个DIY 是会省很多钱 可能说 你的材料费 可能是500块 但是你的工钱 可能是1000到2000块 不一定可以 这个东西 所以要看你自己 要为了省钱 你就先 我觉得先上课 连买都不要买 那就去问 因为在Home Depot的 还有这个Low的 这个 为了他们 也为了 因为他们有这个 在Wall Street 有卖股票 这些东西 所以 现在他们这些工作人员的 知识 是非常的浅薄 几乎有人一问三不知的 所以千万不要在那边 去问这些店员 根本无形中完全浪费 那你可以去 比如说 也有卖这些 Springle的 这些Supply House 网上很多很多 他们就会帮你忙 所以要买的话 但并不是你去问 但并不是你会去买 这是美国的好处 没有那种压力 所以你可以去 先调查 其实现在当太热 你如果做这些 除非你清晨早上 比如周末的时候 从6点到8点到9点 都可以 这个时间可以做这些 当然是年热的时候 最好不要做 因为很多人会中储 这些 会一些不必要的 这种问题出现 所以我个人 一定要先调查 而且这很多是有 尤其是网上 而且又可以翻译成中文 所以这个 其实如果真正懂 很多人像我 不是这方面 不是那么 我知道 但是你要说真正做的话 有时候就有些出路 所以你一定要了解这个 当你要知道 要哪里买 你不买一个Sat的话 你要知道 它的这个backup 比如你要多一些头 多一些小管 是在哪里 可以买得到 这是很重要 不是 没有一个Sat的时候 就是跟你这个 量身定做的 这种方法 是啊 那量身定做的话 不用了 量身定做 不会是DIY 量身定做 那个是你要去 hire人家的expert specialist 来帮你做 那个才能够做 所以有人家 经济上情况好的话 你可以找这些人 当然另外一个 就是我做 这么多年 很多这些 真正做工的这些人 都是西班牙人 这里面当墨西哥人 那稍微多 二年多有 当然有的是不错 他们没有执照 但是他可以帮你做 这个就省很多钱了 对不对 当然不能够 我是很尊重 叫我自己 自己是公司 我也有这种人 但是很多 很多顾客 尤其是我们东方的顾客 就会跟我的 公投直接讲 我叫你自己 偷下做 是一个非常 非常对我们 是非常的一种 侮辱 就是他为了省钱 绕过我这个 然后可以省很多钱 但问题 这些人的知识 可能就跟他老板 就差很多 他只会做 所以设计是 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我讲个不好听 现在太多这种 公司 并没有专业的人去做 我也去 我是没有license 但是我是因为 忘掉去考 但是我是说 我也去上课 我上了两个季 我在Houston Community College 去上课 他因为要考试 要知道 但是这个 跟你真正做 又是完全是 另外一码知识 所以有时候 你这个知识 就是永远 就是不够的 有些人 像我就买了很多书 准备做 做我experience 但是后来就发现 我公司的业务 变成的范围太广了 这变成 我是都照顾不了 所以我就后来讲 算了 不要去做 我去找我的朋友来 来帮我做 做这个Spring的 这个installation 对不对 但发现 他们也不是很专业 所以最忌讳就是说 在那个角石角 每个90度的地方 他保证 如果是每个地方 那个地方 有一个喷头 这表示这个人 不会设计 懂不懂 懂我意思吗 你90度那边 你一定会种一个 种一个灌木 有的是大或者小 那你喷水 一喷出来的话 这个灌木就完全 block掉 这个是你的水分 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们这个设计 或者是从后面 还有前面 前面往里喷 后面是往外喷 所以90度那边 你在那边 你放一个喷头 出来的话 你根本就只是 对着那一颗植物 在喷嘛 它旁边的都喷不到了 而且你新的 你也知道 这个我们讲的 Rise 就是你 或者是有一种 有两种 一种是在花床里面的 就是它因为 它不会 不会有这个推草机 会打扰 所以平常我们都是 Rise 是有 你可以看到 很多这种 有这个springer的 你可以看 它这个花床里面 都是高高的 譬如有人 这最好玩的 有时候 这个又不够高 接了两个 譬如说 有到四尺高的这样 它这样喷出去 对不对 无形中可以 后面 我实际上 这样防止这边 往外喷 但是前面这个的话 我们大家就要看 你这个花谱 怎么样 我们讲pop up 这是尤其用在 这个草地上 因为pop up 是你这一开的话 水压 这个头就从地上 就打出来 这里面有很多 有角度不一样 还有这个 现在这就是 你要调 它有的是 现在新的 都是自己可以调 就是说 它的这个 有多少 三百六十五度 那是当时全部的 那你说 十八一百八十度的 什么都有 懂吗 所以这些 当然要 所以现在做 现在做 这个社会里面的人 你要什么都懂一点 这是很辛苦的事情 但是 那也是必要的 是 好 谈到 对不起 游老师 请继续 我是说 买这些东西 先不要花钱买 很多人 因为这种东西 网上 尤其Amazon也在卖 所以这种东西 你一定要知道 是哪一个system 这种东西 你要买的话 它是supply house 你可以到 比如说缺的一些 你可以去买 Home Depot 这种set的话 万一它旁边 没有这种的话 你得再买一个set 再买一个 无线中 你浪费了很多 这种不需要的材料 这些事情 我们都需要考虑到 OK 好 在这里 这是在 今天 于宪佑老师 在我们的 第一单元 我们带给大家的 这个讯息 我想第一单元 还有几分钟的时间 我想请佑老师 很快的 为大家来谈一下 我们这个 因为谈到了 这个刚才你特别 谈到了 这个sprinkler system 它突出来的头 是放在哪里 我们一般来讲 佑老师 你建议一个 都会要分 Zoom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们曾经讲过 你说sprinkler system 自动洒水系统 他们应该有 一个区 一个区 所谓的区 来分 我们要怎么样子 来分这个区 才是一个合理 能够达到效果 来做分化 因为我们自己 并不知道 每一次我们 请别人来做 我们就 我们就 怎么讲呢 就assume 对方是专家 因为那个是 这个是大错特错 对呀 对呀 这个所以说 我们相信对方 是专家 因为他在做这个 所以我们就 相信他了 所以他就 告诉我们来做 我讲一个 也不是笑话 就是事实 就是说 如果是看 因为这个 花床的这个种 跟这个草皮的种 应该是分开来 完全分开来 但是你现在 看的大概都是 他们的做法 就前院 譬如前院 我们的普通 像林的府上 跟我加的话 都是很标准 standard的这种话 你差不多 三个种 最多四个种 都已经了不起了 那很多人的话 皮特说 你要真正 因为我们 交水要交对嘛 对不对 你不能说开的 这个结果 花床非常实 你草皮比较干 这就不对了 所以 所以这些 你如果去 很多人是 这种住家 你住了 差不多20年的话 有时候 有花一点钱 就叫 原来是种草皮的 你现在改大了 或者什么样 这跟这个 Spring 无形中都改变了 最重要的就是说 你怎么说是 每一个种怎么样的 就是要靠你这个水管进来的 这个水量跟水压 但我们来讲 我们住在这种普通 像您府上跟我家的话 我们这个是 进来的水 都大概是 一个硬起的 这个PVC pipe 它这个无形中 大概的 如果专业人 他马上 他会有一个 这种 测这个水压的 这个东西 他放到你的 这个水龙头上 他这样 一开开来 就大概就知道什么 有些人 像Amico 他没有这些东西 他就跟你乱讲 这个当 一分钱一分货 我们不能讲 这些不对 但如果你真专业的话 你也可以买一个东西 很便宜 在Home Depot 也没有多少钱 所以就看你怎么样 去引爆 但我对讲 你要省钱 就是这些Amico 就是什么都可以交得到 对啊 但问题是 如果你真的喜欢 譬如我们刚刚讲 你要种这些兰填 种些花草的话 这个东西 你就要得 事先当 其实也可以省一些钱 或者是你这个 对不对 或者是花床 你就会 因为不要每次交 这个就差很多了 水费就差很多了 是 这个是一个大的宗旨 朋友们水费会差很多 所以一定要知道 就是刚才余老师 也特别讲了 包给别人 包给所谓的专业公司 来做的时候 千万千万要注意 对方不一定是专业 不一定知道 应该正确的怎么做 对不起 让我再加一个 平常我们真正专业的话 他会用你的家里的 譬如说你买房子的时候 有一个 我们讲的这个 有个给你一个 这个整个的这个房子 你的这个 这个房子在哪里 对 他会给你一个图 他会问你要一个图 然后他会画这个 这是专业的 这种 现在很少有这种 服务 但很多就是 他给你做完以后 你也不知道管制在哪里 到时候 通通不记斗 这种太多 现在几乎都是这样 我要求我的 这个同行朋友 去帮我做 他拒绝 设计是一回事 就画图 但是你要真正做的话 他就是老出 他图都不会画 像我那时候 我去上课的时候 我们要画很多图 所以我觉得 这种东西 就是怎么样 都跟这个钱有关系 所以这是一个 头痛的问题 所以但我来讲 我要经验 因为知道你的 springer在哪里 到时候你不讲 你要挖一个 种一个树 一下正好 这条烂正好再来 尤其是 当他们这时候 帮你这个 像墨西哥 去到HOME地方 去买一些pipe 这个很简 谁都会做的 买一个 这个我们讲 咕噜就是 也浇水了 还有另外一些 parts给你这个 改道都没有问题了 但如果你做的好 就像你是freeway 设计的好 就不要去 一天有人在路上 修东西 对不对 一样的道理 是的 好 那么朋友们 今天我们和余线 余老师的 石花弄草的第一阶段 要在这稍微告一段落 我们休息一下下 然后再继续和余老师 进行今天的 下一部分第二阶段 余老师 稍微休息一下哦 OK 朋友们欢迎继续回到 在今天的石花弄草的第二阶段 我是胡美健 和余线余老师呢 在这儿回答 听众朋友们提出来的问题 那么很实用 很实用的问题 在这里呢 大家要浇水 花草树木浇水方面 余线余老师 刚才也告诉大家 你要怎么样子的注意 如何做好 这个 设计 设计 规划吧 如果你要真的请 所谓的专业的 施工人才 公司 来帮你做 这Sprinkler System的话 一定要注意一下 这个设计 它是怎么样子做的 刚才余老师 你特别提到了 就是这个Sprinkler System 它设计了以后 你 我们现在装了 好 现在我这样子 设计好了 但是呢 很可能三年之后 我这边我要 另外种东西 种树了 或者我要挖掉 这一棵树了 它有问题了 挖掉了 那这个时候 Sprinkler System是 我要 我要怎么处理呢 处理就要看你 怎么样的设计了 譬如说你要种棵树 还是不要种的话 那个头 就是说 我们有一种 用这个喷头的话 有两种 就是基本上有两种 一种就是 我们讲的是 用在草上的 这个我们平常都是 pop head 因为要推草 另外一种 我们讲的叫 sharp head 就是这个花床里面的 这些都平常是 平常是露出表面的 对不对 这就是看你的高度 这些东西 你都可以买得到 所以你这个喷上 所以上课最重要 它会告诉你一些 因为它也等于是 无心地鼓励你们 到Home Depot 这Lawes去买这些东西 所以他们平常会找一些 比较懂的专家 当然有时候也会 号称专家 不是专家的人 也会有 对不对 所以这个 这就是因为没有 他们这个 Springer的 他们这个 这些人都 跑到奥斯顶区 他们是有这个 就是说做这个 Springer一定要有license 但是很多人 这个有 因为有license 这个他一来就是 minimal都是150块起价 对不对 所以很多中国人一听 我瞎坏了 所以变成了很多 Amigo都做 他是在这个 按着这个 他老板有license的人 去做的话 无限度会 会省很多钱 所以这个东西 就要变成 你自己去衡量 对不对 有人为了省钱 就像巨树一样 你被保险 万一这个时候 我没有保险 那是一棵树子 掉下来的话 把你的屋顶砸坏了 他们也保险溜掉了 所以那就是你自己 要去这个 take这个risk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 我们大概来讲 我们希望 我们的听众都是 对不对 有这些common 这个我们讲的尝试 对不对 很多事情 万一没有的话 就是为什么 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的好处 就是说你可以来问 我们大概 因为我在Houston 我就没跑到别的地方 就在Houston 就待了不是多年 这叫做什么 千万不能够得罪 这个地头舌了 我是算属于地头舌 是是是 我们对你敬畏有加 对于老师敬畏有加 敬畏有加 因为我一个 当然有个个性 我不喜欢 讲那些 像我不是一个 很好的salesman 我嘴巴不很甜 可能的 助犯很多 这个我的听众 或者其他人 我是有这种经验 因为我觉得有些人 我们 我们讲这时候 因为是原因嘛 我 我也是 created这个 这个环境 美丽的环境 给大家 譬如这样讲 那你要是讲那些 一点没有关系的事情 我已经有时候无心中浪费了 我是觉得 我也觉得高处不胜寒 我刚刚你也知道 在2012年 其实我做Linescaping 做了差不多四十多年了 对不对 我不仅做Linescaping 我也做这个十类植物 其实那是我最主要的 开头是最主要的 这个 这个 我的 这个 公司的 供应的 这个服务 后来发现 这个竞争太强了 而且 我们那个也是 乱掉了 所以后来我 幸好 我也会设计 所以我就在 这个Linescaping 这方面 等于无心中 弥补我的 这个生意的 另外一方面的 审视 因为大家后来 搞的 等于是没有 没有这个商业道德 也引爆在 我们这个 这个十类植物的方面 所以 像我们现在 十类植物 几乎以前 在某一个 在七年年 八年代的时候 是每一个大建议 一定有 有十类植物的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刘老师 能不能请你来谈一下 因为我记得 我们在 上次谈了很多 在这个 浇水 尤其是热天 这个高热 这个酷鼠 喜爱高热 高温的 这些植物 包括了 九重葛 包括了 马应丹 还有一些 其他 那当然火龙果 这个是 在这个时候 是他们的 他们最能够 发挥的 最开心的季节 我想请 因为听众想要问一下 刘老师 我们以往 都会有一些 我们讲的像是草花 草花像以前的三色井 我记得那时候 刘老师说 三色井 这个Pansy 是在冬天 夏天的话 就不怎么行了 那么我们听众是 因为他呢 在三色井 他有一块 他说在树底下 就围着这个树 这样子围了一圈 三色井 他说在目前看起来 好像还行 还在开 那想问一下 刘老师 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让这些三色井 可以survive 有没有机会 还是就顺其自然吧 如果不行了 那就不行了 那冬天再说吧 这是第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呢 是说 我记得也是 刘老师 你记得吧 我们谈过那个小菊花 那个小菊花 那么听众就要问的 就是小菊花 它是种在地上 然后呢 他说 开过了 他说菊花开过了以后 他不要它长得太高 虽然是小 但是还是会往上长 他就把它剪了 他想要修剪 他在问的是说 开过一轮了以后 现在可不可以修剪 合不合适修剪 有些什么要注意的 所以我想接下来 就请余老师来分析回答一下 可以 那第一个讲到 我们讲了三色井 现在三色井就是不能够 承败我们这种高温 尤其是超过一百多度的 所以对我来讲 那很多人讲说 我看我的这个运气了 但实际上 我们都已经很早就 其实就是 我们讲粮剂 我们在黑省 我们都用粮剂跟软剂的 这个分别 就种蔬菜也是一样 就是粮剂 所以我们 当然很多人有钱 还可以种三次或四次的 换花都没用 那这个三色井还没有这个新的品种 可以耐热是没有 而且是它能种在树下 还开花 我也觉得非常的惊奇 因为三色井这些草花 几乎都要需要很好的阳光 那当你说是 那些树下的这些 比如我们讲的这个 秋海棠就是最 popular 还有另外一个叫 impatient 这就是每周这个 翻成这个就变成很难 就变成每周这个指甲花了 凤仙花 表面上其实跟凤仙花也不一样 其实它们是同一家属的 这两个是最 而且impatient这个品种 现在就是经过这个育种的 现在有 以前这个品种里面 没有黄色的 现在有黄色的 等于是它们等于是 我们在内行里面 就讲一个叫Rainbow color 就是等于是你这个 颜色从白色的 一直到紫色的 这中间的任何颜色有了 这个挣花的 这个比较不多 但impatient是因为 是美国第一个 我们讲的英文叫 Betting plant 就是我们讲 草花的第一名 它这个销售量最多 所以这个育种家 已经育出这种 当时 我是在Houston看过几次 但是并不是很多 因为这个 它们用黄色的话 就用别的话来代色 譬如我们讲的一个 在Houston最 popular的夏天的话 叫Marigold 叫万寿菊 对不对 万寿菊的 不过万寿菊现在 只有三种颜色 比如是orange 对不对 跟yellow 还有另外就是 我们讲咖啡色 对不对 所以你用颜色来 弥补这个 你需要的颜色 当然跟品种 就是变成 这就是也是另外一个 原因上的 一点小的知识了 但是这些东西多要 除了我们刚刚讲的 impatient跟 本公里以外 大概多需要 很好的阳光 你以为阳光越好 这个花开得越多 OK 这是基本 但我们平常 另外一个 要种东西好 就要舍得把 比如说你现在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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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个岔 于老师 你刚刚说什么 要舍得什么 就是说你这个 因为要换花嘛 很多人像这位 你的听众 现在已经是 六月多了 你的这个三次井 还在那边 那就是 当然 我这个 还开得不错 这个标准不一样 像我们的话 有的花开 看起来已经不行的时候 但别人看起来很漂亮 你不觉得美这个字眼 我们也可以 做个开玩笑的 这个比喻 美是每个人眼睛 看出来不一样 对不对 有人认为是美若天仙 有人觉得这个是 这个是 对 大家的主观的观念不同 但是 但是我觉得 还是很重要 这个 我觉得不能够说 因为这个你住在社区里面 你就要有一个某一个 你看美国人的这个standard 你不能说我的 我看起来很漂亮 就是为什么有些老中的这个草皮 我看起来绿的 但外国人认为你这不是啊 给你吃贴给他 所以出现很多种不必要的纠纷嘛 对不对 你不觉得吗 我讲的是一种 经常说的 我也没讲出多少 因为你住在社区就需要有这些 这个基本的这个人家的这个 我们讲的standard了对不对 就像我们那天我看在网上看的 这个中国大妈在出去 尤其是在澳洲这个海关 出现很多问题 你因为明明 都是以 当然可以讲说是语言上的问题 但实际上我觉得 这么多旅行社 他们都不故意装了 好像不懂 你一定要跟这些人讲这些非法的水果 一个就像我们在到美国 我们在台湾 你现在 你可以到中国的超市 可以买到拔辣 因为现在拔辣 这几乎很多是在美国种的 对不对 但以前你不种的话 你这个水果它不让你进来 因为它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有虫啊 有病啊 这个对它美国这个农业 这个作物要不要保护啊 懂吗 那你如果硬要给它带来 就在这个海关上出了一些问题嘛 对吧 那对于这个整个 这个外国人 看你中国人 就完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这很危险 我觉得我们也是 等于是一种大事 在美国的话 你要中国人 不要让人家觉得 虽然我们可以成为一个 很强的强国 但如果国民的水准不够的话 也不是好事情的 是的 的确是 没错 对 所以住在社区里面 我就讲嘛 就是像您住的社区 像我家的住 我们这住的社区 还没有一个 原来有一个大门 现在门也被撤掉了 哦 是哦 因为我们这个要改道嘛 我们这个完全是 整个 真的 当年我们这条路都改掉了 所以这个 像我家后院 现在要 要透宽成四线 你要怎么办呢 对不对 是 我想 对 那么接下来 余老师 我要麻烦你来谈一下 因为呢 这种热天 我想 尤其是 圣阴 圣阴的 这一个年份的话 大概会持续 一两年 那么这一两年 这种高温 对我们的植物 或者我们的 landscaping的选择上面 这个 应该会有 蛮大的一个调整 是 所以 我觉得万一 就是说 当我们一直有很多华人 从别的州 或者是从中国 国内搬来 或者什么 很多都不懂 所以我觉得 很糟糕 就是说 这种东西 现在像以前 我还记得 很多地方 它会有免费的 这种咨询的地方 现在几乎也没有了 所以 像这个home depot 就是明显的一个 它整个改变 它的这个 做生意的方针 但唯一的好处 home depot 很low 我就跟很多人讲 如果你没有经验 真的要去买植物 只好去home depot 这个大雨伞 虽然有时候便宜 但是 这个植物 一出门 不能退的 这是它的最坏的坏处 但是它便宜 但是你不会选 尤其是75% 我都几乎每年想去捡几个便宜 家只有一户 我只能承认了 我就不买植物 怎么办法呢 但是我就讲一个 home depot跟low 你一定要留到这个收据 那个Intended Garden行业 也有这个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Costco 就是这些都会议 所以一年的保证 那Costco可能还比一样 整个一年 你收了这个 万一这个植物 它不会问你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 不要以为那个店员 不要觉得很丢点 因为他们都是每个人的 这个home depot的真正的 这个boss是谁呢 就是这些 我们讲的stock 你ownstock这些人 你是无形中的真实老板 但问题是说 这种东西 它上面有这个讲说 我是一年保证 没有cresting 就是它不会问你这些植物 你只要拿去 它连有的home depot 连你的植物 死的植物 或者是半死的植物 拿去都不需要 只要你拿你收据去 当你英文要好一点的 OK 所以这个的话就是 你这样不是觉得吗 就像我 我也会去那边买万一了 那的话我去退钱 或换一个新的植物 可是常常我们根本就已经不记得 这个收据也不晓得放哪去了 然后买回来了以后 根本还搞不清楚呢 如果这边也买 那边也买 所以我不是跟你讲吗 搞不清楚了 到底哪买的啊 是啊 是你要赚你这种钱呢 是你这种 这无形中叫笨蛋了 好朋友们 这一句我们等会删掉吧 这个不知道 没听到 冒谣听到 是是是 没有没有 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现在植物不便宜 一个五个人的话 三个人的话 都已经到了三十四十块钱了 对不对 像我上次买了这个 Big Daddy 花了我四十三块钱 当然算是一个五家人的 当然我觉得是值得 所以我买了两份 我把它四盆整个都买回来 为什么要买两份 因为这里面 我还要看看 它到底这个种下去的 performance 是不是像周明明讲的那么好 对不对 是 好 我想下边的话 我有听众在问到室内的花 在现在我们到就是nursery 我们都会看到 它们有一些花 它们就是放在cover的patio下面 或者呢 它会放在店里边 这应该来讲 我们就叫它做室内花 所谓的室内花要 它 我们要怎么样子叫 我们听众的问题就这样子讲 我跟老师讲 就是问的就是 OK 室内花现在买的 我也不晓得这个名字 它说那个花瓣是很肥厚的 然后呢 那个花朵呢 是像个小星星一样 一坨 也就是聚起来 一个一球一球的 然后有黄色的 然后也会有橘色的 橘红色或者是黄色的 现在蛮流行的 在Home Depot 或者Lowe's啊 Walmart 反正这些只要有 Nursery的地方 你去看 大概都会看到 但是呢 会看到有小盆 有的就变成了大盆 长得蛮高的 那想问的就是 这种花要 怎么样子照顾修解 然后另外一位朋友呢 就听到了 我想大概在一个多月 两个月前 跟余老师谈到的是 那个海棠 秋海棠 我记得余老师说 叫秋海棠 他那个时候买了 几盆的秋海棠 那他也想问呢 秋海棠 他现在还可以 他说前阵子还在SAMS 还看到有秋海棠 有黄色的 好像有橘红色的 还可以搭配 变成一个盆景一样 他说这个秋海棠 开过了以后 能不能请 他说他记得 余老师曾经讲过 秋海棠 不能够曝晒高温 他说他放在室内 可不可以 然后如果放在户外 大树底下 挂在树底下 是否也行 那么在这种情形下 有什么方式可以促进 秋海棠再开花 因为已经开过了 要怎么样子促进它 他说他去说看说应该是 除了冬天不开 应该都会开花的 所以想知道这一方面的讯息 我想我们大概还有大概四五分钟的时间 麻烦老师分析一下好吗 第一位我想开的这个花 应该是英文叫可兰球 最近我才发现 我们因为我们的会员 把它种到外面 后来我才发现 其实这些植物都是我们讲室外植物 我以前还有一个功能 跟我讲室内植物 我想当年的山顶洞人有在种植物吗 笑成这个样子 真是很好玩啊 山顶洞人种植物吗 真有意思 对不起 你不觉得山顶洞人 那时候你看我们看卡洞 它就是最多在里面 如果冬天的话 就是有烧一些柴火 那怎么会有植物 所以这些人问的就是非常的愚蠢 但我也没话讲 我只是用这个方法去跟他解释一下 那这就说这个植物像可兰球 因为我也是觉得是因为 因为冬天会冻死 可是我们的冬天 没有几天是非常冷的 所以除了一段 我们前几年有个下了几天的雪 但这种东西就是说 它的这个花季非常长 比较了我的这个想法 像我以前的这个经验 结果它开了可能三个月还在开 就是我就想大家也可以 因为这一盆也可以 这种东西也可以繁殖 因为是属于多肉植物的一种 那这个就冬天说 你这个花季长的话 你不觉得吗 你这个钱也就非常漂亮了 所以他就很高兴 他种了一个 他把好几盆种了一个大盆子里面 所以他正好住了一个 主要的一条主街 很多人都美国 尤其美国都听下来就问 这是你是什么花 对不对 同样情形 我跟我们来讲 我们学习英文嘛 就像有时候美国人 任何人连我在内 就有时候会 我有人敲门说 哎你这花这么漂亮 什么名字 对不对 当然美国人大家都很高兴 因为赞美人家嘛 对不对 所以一下就得到是什么名字的话 那不能够 当然除了我们 当你说在网上 这个传这个微信 传给我看 我大概就 现在我就是在拆了 这个因为黄色怎么样 这个而且第二个 这个克兰球 等于是我们讲的多肉植物 所以这个浇水方面 又等于是不像你这个草花的 等于浇水可以少浇一些的 懂不懂 所以但是它就是冬天 就是不能过冬天的 那很多我们的这草花 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冬天是 等于是另外一季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三色景 你三色景冬天才漂亮 夏天已经都是淹着一塌糊涂 当 这个我们刚刚讲的 一个是温度 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光线 这两个是 第三个最重要是肥料 对不对 很多人就是种下去以后 尤其是很多这种 我看到很多社区 它也是请了这些 号称专家 不是专家的这些功能 种 那种了以后 你一定要放一些 我们讲的这个 slow release 就是说这个肥料会慢慢 所以这个肥肥也很重要 就是让它有肥料 它这个才会开花 开得很漂亮 你看那个 你去大雨伞 这个Houston Garland Center 这里面没有搞这个 所以那个开花 它来的时候很漂亮 但是它就可能 是用一体的肥料 到两三个礼拜以后 它这个里面没有肥料 它这个花就开始 长得非常的凌乱 而且这个再不开花了 所以这个 这些基本的尝试 是很简单的 但可能对我 所以很多人 你是什么念了十个次 我是念书才讲 我一看 其实我很多东西 只要看一眼 我就知道是什么了 因为这是经验 对不对 没办法 是 所以我愿意 把这经验 跟大家分享 但是就讲 第二个我们讲的 这个菊花了 对不对 时间不多 菊花 我们当年的时候 都是种在盆子里面 很多人在 菊花是第二名 很多人喜欢 送亲友一些花 因为菊花的花期蛮长的 可能到八个星期 那是很长很长的 所以为什么 现在有一个植物 就有一个花 就超过这个 就是我们讲的蝴蝶兰 蝴蝶兰可以开到三个月 蓝花可以开三个月 是 所以不是这样 就是花期越长 这些买的人 像刚刚讲的 克兰球也是一样 所以变成了花期长的 这个顾客 就像我们这种consumer的话 就愿意买 当然你看海坠姐 海坠姐是 在当年我来美国的时候 我在学校 在台湾的时候也讲 这个海坠姐 我们讲 绣球花是什么时候 最popular来的 就是母亲节 母亲节 美国那些母亲节 一定会送你一个 这个绣球花的 所以绣球花有两种 那时候到大雨傘 那个很大的 我们叫greenhouse gold 或者是这个 奥迪 他也卖 但是很多人 那个头大脚轻 它这个下面是一个非常小的这个盆子里面 他们当时几乎每天在浇水 在greenhouse里 可是你拿到家里面 盆子里小 而且我们讲的这个盆根 ruban的 所以每天要浇水 很多人不浇水 那个绣球花的花又大 很多小花 都是我们讲的是 很多小花集成的 一天 只要一两天 这个没有浇水的话 整个这个花就废掉了 所以这个 但是你要从这个Big Daddy 叫做Konidia 这买的 它是这个 同样东西 它是用这个Lanskipin的方法种 你看种了气候 你种了外面的话 这个它出来的花 就它的形状 同样一个品种 它的形状 它花的大小 就是一个 比你这个greenhouse 种的要小很多 所以其实是同一个品种 所以你要买来 你就要知道你种了 这个下面那个盆子很小 所以你需要等于几乎每天 在浇水 每天都要浇水 要不然的话它不行 不行 不要一次两次 可能第一次它会 你浇水它会回来 但是你几次以后 根本就不行了 所以你要去买那种 你就要小心 就像我们买这个种花 譬如说East 复活节 买这个East Lady 一样到底 花气有问题 所以有时候它买来的时候 已经全开了 所以我觉得你要选 就像我有时候去这种地方 看 我也是喜欢看花 或者这些东西 所以看了很多顾客 什么也不懂 买了一盆金 根本都已经快 快丢了垃圾桶 哈哈 我们赶快笑三声 然后笑了三声 我才发现自己也是那样子的人 没有没有没有 问题是 我们这个节目 已经做了那么多年 结果发现 根本原地塔普是 像我们这个 园艺协会也一样 搞了差不多九年了 结果发现 同样的人 同样的人 还问同样的问题 会哭笑不得 好 所以呢朋友们 我们今天很开心 要再次的和于宪宇老师 石花弄草的单元当中 和于老师畅聊 和大家嘻嘻哈哈的 一块把重要的信息 让前提后院 我们的花草树木 都可以活下去 而且要活得健康 活得好 我们的投资 能够 这个钱花出去了以后 能够看得到成果 不要觉得 是这句话最重要 这个是你如果做得对的话 这个植物 有些植物是非常贵的 你买一颗回来 可能多少年以后 就变成了 价值当不能说上万的 但是你是有不同的这种感觉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讲 很多人觉得是成就感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 另外一个名词 就是成就感 你种这些东西 并不是你为它怎么样 而是看它的过程 从一个小种子变成一个苗 然后就开花 是很多 所以我再补充菊花 菊花现在变成了 等于是我们的多年的草本花 你可以把上面剪掉 它会再去冒出来 这可以修剪 所以你可以让它不要长太高 然后这个会 当你想说 当白色的 比如说这个花的 如果花开很多 不是像我们去买这个盆子里面种的 因为盆里面种 它是把这些 跟苏苗一样 它把这些花的多 就输得比较少 因为营养多 所以它花开得大 如果像你种在外面的话 这个花就很小 这也是变成了 我们讲说 很多人喜欢喝菊花茶 这个可以做菊花茶 OK 好 这个而且我说 你从这个边的话 你要从比国内 不管说是台湾或者国内 因为这会很多虫 如果你不 他们说用这个药去熏 所以大概的菊花茶 我是不喝 但是自己种的这个 非常好就可以用 而且菊花算是一个出生的 这个 我们讲的这个草花 多人生的 所以用这个就可以了 OK 好 我们今天呢 和于宪宇老师的 就石花弄草的单元 在这儿要告一段落了 谢谢于老师 带来精彩的内容 要是我们下个月 空中再继续聊了 谢谢您 OK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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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